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讲阳明病片的内容 今天我们从180条开始 讲义的第49条 阳明治危病未加14亿 那么我们把这一条作为阳明病的提纲症 所谓提纲症 它要揭示这一经病症的核心病基 和它最主要的临床症后 它是一个高度概括性的条纹 也是我们变某某病脉症病治当中 变病的内容 那么具备有魏加10这三个这所代表的核心病基 和主要临床症后的这类病 我们把它界定为阳明病 那么什么叫魏加10呢 我们一般解释说 阳明病片论述的比较多的是三层七汤症 我们后面有很多条文 来讲到阳明腐蚀症的这三个层七汤症 因此很多人会认为 魏加10这个10就是指的有形之死血 那么我们说提纲症 它是高度概括性的一条条纹 阳明病它包括了阳明的热症 和阳明的腐蚀症 那么阳明的热是无形的血 阳明的腐蚀那是有形的血 那么你提纲症 魏加10指包括了阳明腐蚀症 把阳明经的热的问题忽略掉了 那么他谈不上是提纲症 因此呢 我们所谓的魏加10 它其实包括了畏与肠 而这个10呢 是指的邪气很死 所谓邪气时 就像《列经》当中所说的 邪气甚者时 不在于有形和无形 因此魏加10呢 它包括了魏和魏的无形的热症 和大肠的有形的热症 包括魏当中的有形的热症 比如说十极 所以说这个古代一家于无言说呢 时无极致而使者时也 热邪极致而使者以时也 时无极致而使者成气症 热邪极致而使者百辅症 因此呢 它包括了咱们的杨明经的热 这样一个无形的热邪叫十的一个特点 也包括了杨明腐蚀当中 具备有有形的造势内结的 这样一类病的特征 那么这样呢 魏加10提纲针用这三个字 就把咱们杨明病的最主要的临床症后 杨明经的热症和杨明腐的腐蚀症 概括进来了 同时呢也界定了 这个杨明病的主要的临床症后 是热和有形的死血 因此我们在后面诸多条文 来分数杨明经热症和杨明腐蚀的时候呢 重点是从热和有形的 超实力结这两个特征性的 临床症后去展开的 那我们为什么说 杨明治危病就一定是魏加10呢 那么这必须要结合到 咱们杨明的魏和肠 这两个腐的主要的生理功能来理解它 我们在前面讲太阳是山阳 太阳的阳气是分布人体基表的 是人体最外物的一个屏障 防止外邪入侵 而阳明呢 它是两阳 两阳为名 因此呢 阳明经的阳气相对于太阳来讲 它要弱一些 但就山阳的阳气的这个量的分布来看 阳明经的阳气也是非常旺盛的 我们很多时候呢 比较说道理是太阳经的阳气旺 还是阳明经的阳气旺 那么其实这个比较起来意义是不大的 因为太阳的阳气阻外 阳明的阳气是阻内的 太阳的阳气直视位外 阳明的阳气呢 是为人体化身水骨精微提供能量的 所以我们把位解释为水骨之海 所谓水骨之海呢 就是指的人体水液代谢食物代谢的一个重要场所 因此阳明的位常啊 它是我们人体得以赖以生存的 后天的一个能量提供的场所 因此我们说阳明是一条多气多血之精 因为阳明的阳气是直视于内 为人体提供生命活动所需的各种能量 因此阳明的这个阳气的作用方向呢 是向内的 所以说我们说呢 胃肠以通降为顺 食物从口食道进入到胃 然后通过肠道 这样一上而下的一个过程呢 它是不能够被违背的 我们说如果说这个胃和肠气质不降 那么皮的生清功能就要受到影响 人体就会出现相应一些病例改变 比如说口臭 比如说头晕目悬 因此阳明金的阳气二阳 这一部分的阳气主要是干什么呢 主要就是发挥它的这样一个 腐术传讨 传化或者是化身水骨精微为人体有用的物质 因此可以看它看作是一个 代谢非常旺盛的一个场所 当邪气进入到了阳明之后呢 影响到了胃的通降 影响到了它的这样一个代谢功能状态 最后呢会在体内淤字产生阳明的热 如果胃肠不能够通降 有形的物质 或者是被代谢过后 这类超破的物质 不能够顺利的通降排除以外 极致于胃肠就形成有形的邪气 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表现出阳明腐蚀 所以说我们在阳明病篇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都是实症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未加实 这是阳明病的一个高度概括性的一个描述 那在阳明病篇说出现虚症有没有呢 虚症是相对比较少见的 有没有说在阳明病篇见到寒症呢 也有我们有阳明病的重寒 但是阳明病的重寒呢 它是一个特例 我们在这一次课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可能不会过多的去展开 下来之后如果对于阳明重寒的病症有问题的 我们再来私下交流是可以的 我们重点还是讲未加实的这个实的问题 在182条呢 它对阳明病的我们在外科医捕捉到的主要的临床症后 做了一个解释 问曰阳明病外症云合 打曰深热汗之初 不勿含反勿热 这是讲的 阳明病表现在外的一些临床症后 第一肌肤是发热的 这是阳明内热增腾于外的一个表现 第二是有汗出来的 这是热血增腾人体内的筋液外泄 第三这个病人只是怕热 没有怕冷 咱们再讲太阳病 这是物寒发热同时病件 咱们再讲阳明病 典型的是寒热往来 都得说这个寒的问题 那么到了阳明病之后呢 它是未加实 它是阳热抗肾的一条筋 协取到了阳明之后 更多的是表现为一派热相 没有寒的一个特征了 因此它的深热也好 它的汗自粗也好 它的不勿寒反勿热也好 其实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它 那就是热 因此阳明病的这个内热制胜呢 可以增腾于外表现为外在的各种热相 那么我们说这个没有把它描述完整啊 深热汗出雾热 是不是就把阳明的外症概括完了 我们说这个没有 它只是给你举了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在阳明内热自身 真臣透达于表的这个核心病肌之上 我们可以看到在临床上 病人或许还有满面通红 还有面红木刺 还有口唇发红 口唇干裂 舌质红 舌苔薄黄 或者是还有舌面扫经 舌质 干燥起裂 这都可以作为一个阳明热症 在临床上看到的一些临床症候 因此应该重点从病机上去把握它 这是讲的它的外在的热症 那么阳明病的外在热症 是不是都是一来说它是个阳明病 它都表现为这样一个典型的 深热汗出不含反无热呢 我们说不是的 在临床上还有一种特殊情况 这个特殊情况在我们后面的两条条文都讲到了 咱们没有把它列入到极端当中 这两条条文在自己学习的时候 很多同学反映会有一点的难度 我们在这把它扩充 纳入进来做一个解释 问曰 并有得之一日不发热而勿寒者何也 答曰 虽得之一日勿寒将之罢 即至汉出而勿热也 那么这一条呢 是对我们刚刚讲到的128条的这个条文的一个疑问 这个疑问就说啊 在临床上阳明病有的这个阳明病 它不是说一来全都一拍热像 它有一种就是这个病得之有一日 就是这个德病阳明病刚刚开始的时候啊 它没有点心的发热 它反而有点怕冷 有点像太阳病 它说为什么呢 回答说 虽得之一日勿寒将之罢 即至汉出而勿热 是勿寒将之罢 即至汉出而勿热也 说虽然这个病刚刚开始 它会具备有一定的乌寒的表现 但是它是一个阳明病 它的血就到了阳明经 那么这个乌寒呢很快就会消失掉 随即就会表现出阳明病 该表现出来的这样一个外在热的表现 即至汉出而勿热也 那么我们说 这个一问一答呢 是问的问题呢 回答是没有去针对它去回答的 我们说答非所问 人家问的是说为什么 然后你说的是 它就是这样 那就应该这样 这个不是一个回答 这个是没有把它说清楚的 因此后面继续问 说问曰勿寒何故之罢 然后打曰 阳明居中族徒也万物所归 无所复传 死虽勿寒二日至子 此为阳明病也 好 那我们说这一条呢 就真的是在解释说 阳明病出德的时候 它为什么有的人会表现出 短暂的勿寒 又给你解释它 为什么这种勿寒很快就会消失 表现出阳明该有的本来的热的特征呢 是这样解释的 说阳明居中族徒也万物所给无所夫传 那么这个从字面上一解释就变成什么了 就变成了我们一般理解说 成土归土 所有的生物 所有的万事万物 最后死了之后都要归为成土 然后来说这个病啊 传到阳明之后就不再传了 所有的病一到了阳明都全是阳明 这样解释呢 就是妄文生意 没有解释出它的一个本质内容 那么其实对于这个解释 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说 未为水雇之海啊 阳明 它是一条多气多血之精 它的功能是为人体通过代谢的方式 通过能量代谢的方式 提供人体生命活动的一切物质基础和能量基础 因此呢 邪气传到阳明之后 绝大多数都要挂热 哪怕你是一个风寒邪气 进入到阳明之后 它不会表现为风寒的特征 它很快就会表现为阳明内热的特点 或许它刚开始会有一点点这个寒的特征 但是因为在阳明阳气的中容下呀 它很快就会从阳化热 变成热的特点了 因此阳明居中族徒也万无所归无所复传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告诉你 邪气传到阳明之后啊 是容易从阳化热的 你不要跟我说是风啊 还是寒啊 还是什么东西到了阳明 它都是容易化热的 哪怕是时邪进到阳明 那它都会容易化热 形成湿热 你像我们经常所说的 脾胃湿热 胃肠湿热 这不都叫阳明府吗 因此呢 它具备有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根据这一条的一问一答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180条说 阳明之为兵 魏家石事也 它其实给你解释的很清楚了 说阳明明为什么容易出现时政啊 那就是说的 它的阳明镜的阳气表旺盛 邪气进来之后呢 容易从阳化热 更何况 这个阳明的阳气不足抗血以外 而是向内向下的 所以说呢 邪气进来之后呢 它还不太容易出去 不太容易走表 反而是在阳明的这个腹 阳明这个精 形成它自身的这个热的冰镇的特点 因此呢 我们在解释这个182条之后呢 我们顺带说了一下183和184条 主要是想 把阳明之为兵魏家石 这样一个道理讲清楚 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之后呢 我们后面的这些方症啊 就好理解了 我们在前面讲太阳明篇的 很多方症 很多条文当中 所讲的症候的时候呢 我们给大家讲说 分析一个病人在临床上 表现出的一个具体症状的时候 我们应该从正和邪的两个角度来分析它 那么在解释阳明并外症的这些表现的时候 同样应该从正和邪的两个角度来理解它 比如说这个深热 那么这个深热呢 它是邪气预致在阳明所形成的 因为内有热 所以外体有热 所以说它是由热血所导致的深热 那其次呢 从正的角度来讲啊 人体通过体表温度的升高 实际上跟外界的温度啊 就形成了一个落差 体表温度高于外界温度 这个时候 那么这实际上是一个往外散热的过程 因此深热可以表现出人的正气 通过这种肌肤发热的方式啊 把人体内在的这个热血代谢出去 那么我觉得在前面咱们讲这个太阳病的时候啊 我们经常会问同学一个问题就是 说一个感冒的病人 古代的医生啊 他怎么知道这个人发烧发的高还是发的低啊 你说你说用手去摸一摸额头 烫那就是发的高 不烫不是很烫就发的低 那么什么是烫 什么是很烫 什么是不烫呢 这都太主观了 不像咱们今天有温度计一测就出来了 那我们说古人是很聪明的 他就知道 可以通过人体这种散热的方式 来区分这个人 他的发热到底高还是低 当这个人在散热比较明显的时候 那么这个人他可能就是一种高热状态 什么叫散热 深热出汗就叫散热 但凡能够摸上去人体体表温度大面积偏热 然后出汗相对量较多的这种人 他的热不可能有多高 因为人体还把这个热通过这种方式排出去了 因此呢 在咱们绝语明篇呢 讲到绝以身 热以身 热以身 绝以身 绝是指的四肢冰凉 肌部发冷 热是指的发烧发热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个病人如果是摸上去手脚冰凉 那么这个人他的热是不太容易散出去的 那么既然热不太容易散出去 那么他的这种发热状态就会比较高 因此他说 绝以身 热以身 热以身 绝以身 那么其实我们今天在内容也是这样子的 外感病在考虑给他退烧的时候 我们首先是琢磨说这个病人呢 他有可能高热 手脚都发凉了 下一步会出现散热的障碍 他可以出现寒颤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热经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考虑给他用一个短期的推热处理 来防止高热经绝可能会对人导致的损伤 我一般认为外感病的推烧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防止高热经绝 而且是防止这个病人出现持续时间 可能超过五分钟的高热经绝 那么对于高热经绝来讲 在临床上只要是没超过五分钟 我们一般都不会去过度在于 他可能对着带来损伤 如果是一个患儿子 这个高热经绝经常超过五分钟 那么这就比较紧张了 我们会建议他做投入CT各种检查 是不是对老神经对老细胞导致了损伤等等 这个是咱们西医同行最喜欢做的一个操作 因此我们对于外感的发热的一个处理原则 就是在可控的安全范围内 让它多烧一会儿 这个为什么我们在前面讲得过了 这就不再赘述 我们只是在讲到阳明外政深热汗粗的理解上 我们还是强调说这个深热这个汗粗 都可以看到是热血蒸腾人体的经验 由内往外的一种表现 也可以理解为人体正气通过这种散热的方式 来把内在的这种邪热散出来 所以说一个阳明病能够出汗 这是坏事吗 这不是坏事 这说明啊这个人的这种排斜的途径 排斜的能力是正常的 那么它的热我们就有办法解决 那你试着想一想 如果一个阳明病满面通红 然后呢 累热烦躁 翻颗阴影 想喝冷水 但是一点汗都不出 那么这个病啊 治疗起来就比较棘手了 为什么棘手了 那是因为这个病人本身的这种 本能的 他本该具备的这种通过出汗的方式 来排泄邪的途径没有了 这个他自己都没法去排泄了 我没有从何入手去对他进行排泄呢 所以他比这种能够出汗的这种内热症的治疗 要相对棘手一些 具体怎么治呢 咱们在这儿不再展开 我们后面涉及到了 我们再来说 好 那么这也是关于182条 我们说这么多 再往下是219条 山羊合并 富满深重 难以转彻 口不仁面垢 沾羽 一料 发热 发汗者沾羽 下之者 额上深汗 手足利冷 治汗出者 白武汤主子 那么我们说这个山羊合并 在太阳呢 我们没有看到乌寒 在邵阳呢 没有看到口哭 也没有看到寒热往来 我们只看到了阳明的一派邪热刺身的状态 比如说富满深重 这个富满深重 又没有强调他的大便 多日不解 又没有讲到疼痛 巨暗等等表现 因此 这个读满还不太合适 我们更多的把它读成富闷 这个富闷 更多的是邪热庸致之后 气阶不畅 因为邪热庸致 病人气血流通 感觉好像是 邪热智能 气血运行加速了 但实际上呢 当阳明累了自身之后 那么经验消耗较多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病人的血液连愁度是增加的 把血液当中的经验都消耗掉了 增衡到了 那么这个血就相对比较愁 这样一个状态的血 在人体的脉道当中运行起来 你觉得是快呢 还是慢呢 不管他快还是慢 那么这都会让人感觉到 就是他在体内是一种庸致的状态 因此病人会觉得身体困重 我们不要觉得病人一说身体困重 就去想到是寒 就想到去吃个丝 说寒的凉智丝的重酌连力 让这个病人身体困重 那么当内热较肾肾 伤筋较重的时候 病人同样可以出现身体困重 因为有身体困重 气血庸致 所以说他的身体转侧都比较难受 叫难以转侧 因为邪热上扰轻翘 导致味觉异常 所以说他有口不仁 口不仁是指的口中的感觉时常 或者说吃东西没有味道 或者说因为邪热扰乱心神 这个蛇辅助发音的功能 辅助语言的功能就失调了 而出现口不仁 面垢 这个阳明经在面部是有分布的 因此阳明有热的时候 在面部表现出来就是一派油粒 或者是一派绘作的特征 我们一般说 这个人好像没洗脸一样 或者是没洗干净 其实他已经洗过了 而且洗了很多遍 他就是洗不干净 这个我们在电脑市场非常多见 我们在儿科病当中经常会有家长来问说 你看老师我这个孩子 他这个脸上好像有一块黑有一块白的 我这孩子是不是有蛔虫啊 是不是虫般引起的 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今天我们在庭上说要看到一个蛔虫病的孩子 应该不是那么容易了 现在的卫生条件这么好 去哪儿找蛔虫病呢 所以我们一般都不会把这个打蛔虫 作为一个常规的操作 那么这个时候你再仔细看看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可以表现出的就是 骑面如垢 再一看蛇胎 蛇胎皇后里 再一看蛇字 蛇字是红的 这是个什么问题呢 这是能量过剩 这是一个过度喂养 这是吃了东西之后啊 消化不了 他的消化负担 胃肠负担增加了 这其实就是一个阳明病啊 所以他的面可以出现不光泽 不明亮 没有生气 这个在阳明胃肠有热 或者是有慧着 辅着知习的时候都会出现 包括及时 包括便秘的这些孩子 他的脸色都会出现 骑面如垢 不要去觉得他可能是蛔虫 也不要觉得他是什么这个 白巅峰 我们有很多家长一来说 孩子你看这个 我这个孩子好像有白巅峰 为什么呢 脸上这一块有白的 两码事啊 这是阳明有热 胃肠有热所导致的 因为阳明经的这个邪热 会寻情上扰于心 扰乱心神 所以病人会出现瞻语 同时呢 这个病人可以让病人的这种 本能的最起码的自主活动 就是大小便出现失静 当然这个地方呢 只是讲到了医疗的问题 咱们在讲太阳兵分类的第六条 我们讲到的是太阳瘟病 太阳瘟病就跟你讲到了有死守 这个死守呢 其实就包括了大小便失静 这个地方更多强调的是小便失静 那么这个病该怎么治疗呢 一来就说山阳合并不见太阳 不见少阳 或者说重景没有把它写出来 为什么不写出来 起码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这个山阳合并的重点是在阳瘟 那么山阳合并重点上阳瘟该怎么治疗呢 当然应该是治阳瘟 因为山阳合并的时候 如果是山阳合并的这个病症 山阳都不是很重 该怎么治疗呢 重点建议我们从少阳入手治疗 和解少阳疏机 这样就可以上交得通 经历得下胃气阴和 然后山阳的病都可以得到缓解 那如果是山阳合并 这个病侧重在阳瘟内热 那你想一想 你去治太阳 你用新温的药 那不是加重这个内热吗 你去用少阳和解的方法 那么这个病已经明显的传到了阳瘟了 我们在前面讲少阳病的时候 我们就说到了 少阳病是容易传到阳瘟 容易传到太阴的 现在已经传到阳瘟了 那么你再去治少阳 就会耽误他的病机 因此呢 自从太阳 自从少阳都不合适 应该是自从阳瘟 那么自从阳瘟该怎么去治 先没说 先说了错误的治疗 先自从太阳吧 发汗 则沾瘟 这一发汗 新温药加重内热 病人可以出现 其次扰乱新生 进一步加重 所以沾瘟 前面有沾瘟 后面也有沾瘟 所以我们一般为了方便理解呢 我们在发汗则沾瘟 这个地方啊 加上一个字 叫发汗则沾瘟肾 那如果是把这个 富满理解为是 这个病人体内有阳瘟 腐蚀 有有形的死血 然后采用攻下方法治疗 这一攻下就出问题了 本身三个阳经的邪 这些存在 阳瘟经的邪 症疼经液外泻伤了经 你在一攻下 在一伤阴 那么就会出现什么呢 就会出现亡阴 一亡阴啊 这个汗就变得很连丑 这是亡阴之汗 病人出现额上生汗 这个生字形容得非常好 就感觉这个汗呢 是从额头上生出来的 就好像有根一样 它出来了 一颗一颗 它就是不滚落下来 它的连丑都很高嘛 那么都亡老阴呢 谁又该亡什么呢 阴阳是富根富用的 亡阴过后 马上就是亡阳 亡阳 一亡阳 守株立了 因此 这个下法是错的 汗法是错的 那么该怎么治疗呢 当然应该用轻的方法呀 因为这是一个阳明经的邪热刺肾 你应该用白五汤来治疗吧 对不对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给它上白五汤 重领带跟你说了 如果这个山阳合病啊 阳明内热很重的时候 这个病人还有出汗的时候 用白五汤就可以了 那么言下之意是什么呢 言下之意就是 如果是这个病人又发了汗 又攻下了 都开始亡阳之汗了 都粘稠汗了 你再去给它清热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温柔什么呢 就像我刚刚所讲到的 它自主的这种通过出汗的方式 来排泄阳明鞋的途径都不存在了 你再上白五汤又有什么用呢 因此他强调啊 这个阳明病治疗要把握住时机 不要等出现亡因的时候 再考虑去用白五汤 那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应该在病人还具备 有通过出汗的方式 来代谢阳明鞋的时候 使用白五汤 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时机 好 那么对于这个白五汤呢 咱们这就不再细说了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介绍 白五家人生汤症的时候呢 我们对白五汤啊 已经涉及到过了 那么对于白五汤的理解呢 要注意到几点呢 第一点呢 就是这个方当中 它所用的石膏和金蜜 要同时使用 我们也讲到了 金蜜在这个地方呢 它的一个特殊的作用 那其实我们今天在临床上 如果是没有金蜜 用大蜜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一般呢 会建议这个 把大蜜炒一炒来替代它 这也还可以 那么因为大米 那是长在这个水里面的 这个大米 而这个金蜜是长在 陆地上的这个米 长在陆地上的和 长在水里面的这个大米啊 它的这个作用是有差异的 长在水里面的大米 应该具备有一定的力量作用 如果像这种人 你把 如果是对于那个 从小到大都没有吃过大米的人 你给他偶尔吃那么一吃大米饭呢 它真的可以起到力量的作用 因此我们说如果你要用大米来替代这个精米呢 你可以炒一炒 那我们也有的用山药来替代这个精米 这也是可以的 因为山药我们吃过的啊 不管是炒着吃还是什么炖着吃 最后啊 有山药的这个菜里面 它都有一定的粘稠度 所以说呢 它的功效跟咱们这个精米的功效是一致的 那么再者呢 就是在临床上我们也反复强调说 白斧汤啊 它在临床上出现的时间不会特别长 白斧汤症它相对是一个来得比较急 病死比较快的一个阳明内热刺身症 那么撞火时期 阳明内热刺身持续一点时间之后啊 就会对人的症气教程明显的损伤 大热就会耗大气啊 因此白斧加人参汤在临床上食用的频率更高 它要高于白斧汤 因为当病人出现白斧汤的时候 那么当病人出现这个白斧汤症的时候啊 它也许它已经是白斧汤症好多天了 而不是刚刚出现白斧汤症 就正好找到你 你给它开白斧汤啊 很难把握到这样一个机会 因此呢 我们根据它阳明内热刺身症出现的时间的长短 我们要权衡到底是开白斧汤 还是开白斧加人参汤 那么就个人的临床使用的体会来讲呢 白斧加人参汤 在临床上使用的频率远远高于白斧汤 好 那么再看下面的五十二条 若脉伏发热 可遇饮水 小便不利者 猪磷汤组织 对柳若怎么怎么样 那显然这是一个半截化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 因此对于这段话呢 咱们要把它测试到完整的 咱们把前面的两段话加进来 大家就比较清楚 重点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了 在咱们的阳明病片呢 二百二十一 二百二十二 二百二十三 那么这三条讲的都是咱们的阳明的热证 你像这个二百二十一条说 阳明病脉腹而尽 焉造口苦 腹满而喘 发热汗出 不含反无热 身重 若发汗则造 心溃溃反 斩语 若将温真 必触替 凡造不得明 若下之 则胃中空虚 咳气动隔 心中懊老 舌上胎者 自治此堂组织 那么这一条讲的是 阳明邪热 偏善的 这样一个阳明热证的治疗 用自治此堂 来清宣愈热 那么从我们前面 这个阳明病 脉腹而尽 焉造口苦 腹满而喘 发热汗出 不含反无热 身重来看 这是一个什么病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阳明白腹汤症 那么一个典型的 阳明病白腹汤症 医生用发汗的方法 加重病情 错的 加温针 进一步加重病情 也是错的 那么 宫下 对不对呢 他看 若下之则 胃中空虚 咳气动隔 心中懊老 舌上胎者 也就是说 阳明的热症 我们用宫下的方法 让他走 长腹 通 这个通心邪热 道理 对不对 其实在这个地方 你看到了 重病病没有说 这个方法 是全错的 为什么这样理解呢 因为一个白腹汤症 用功效的方法治疗 结果把它制成了一个 肢子齿汤症 那么你再比较一下 肢子齿汤症和白腹汤症 谁轻谁重 当然是肢子齿汤 比较轻 白腹汤症比较重 那么我们把一个比较重的病 制成了一个比较轻的病 你说他错的是 全错吗 我说当然不是全错 但是这不是一个 我们最佳的 最完美的治疗方法 你当初为什么不一来 就上白腹汤呢 对不对 如果上了白腹汤 哪来后面这一过程 因此他不是一个 最完美的治疗 但是他也没有全错 他也说明了 阳明的这个热 是无形的热 无形的热 我们如果要让他从 长腹走下 用治疗 有心之血的方法来治疗 是可以把无形邪热 有一部分把它攻陷出去的 那么 只不过要注意到 用攻陷的方法去治疗 无形的这类邪热病症 邪热也许出去了 但也或许攻陷的方法 对你的中胶的阳气 也导致了损伤 这是我们觉得 它可能存在的一定风险 因此我们觉得 它不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 那你再看222条 若可预饮水 口干舌燥的 白斧在人生汤组织 这四不四就说 阳明病 脉斧 饮养 烟灶 口鼓 覆满而喘 发热 汗出 不含 反复热 这样一个白斧汤症 如果在这个白斧汤症 基础上出现 可预饮水 口干舌燥 这不典型的伤了 阴耗了气吗 因此呢 要用白斧汤 加上人生来治疗 来增强这个方的 清热养阴益气的功能 要让这个人喝的水 能够转化人的精液 要让人喝的水 有足够的气 把它转化人体的精液 因此用白斧加人生汤 那么这个阳明病 就是在中胶了 在胃了 偏中一点的 那么如果说 这个邪热偏下 会出现什么呢 会出现 若可预饮水 小便不利者 朱丁堂组织 这个若可预饮水 是强调的 这个病人 他也存在有伤阴了 但是他有小便不利 那就说明 他有膀胱的 这个邪气存在 那么再看 他所讲的整个病 都是说的一个 阳病病 病位偏上 病位偏中 最后到达了 一个病位偏下 那么这是一个 上中下 不同病位的 阳明病 那么在病位偏于下的 阳明病 他可能会引起 邪热进入的 膀胱腹 影响到了膀胱的 这个代谢而出现 小便不利 那么他同时 有可能 因为阳明邪热 长期存在 伤了人体的阴液 所以病人出现 可预饮水 那么很多人 会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 阳明 胃的热 病人会波及到 膀胱的 这个小便不利呢 或者你再思考一下 这个朱灵汤 它到底是治疗的 一个阳明病啊 还是一个膀胱的病啊 还是其他什么样的病 我们为什么说 把它放在阳明病篇 然后论述之后 出现了一个朱灵汤症呢 说不过去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 要值得思考一下 那么为什么 在论述 阳明病 内热的时候 它波及到了膀胱 最后要用 朱灵汤来解决 朱灵汤 显然不是解决 阳明病的 显然不像是 白虎汤和 白虎家人神汤 更不像 自治此汤 说针对的 这个阳明的内热 这么明显 因此朱灵汤 它到底是拿来干什么的 关于朱灵汤 它所治疗的 这样一个病症 跟咱们阳明卫 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 这个地方理解起来 确实是有一点难度的 大家先姑且 根据我讲的 去试着理解一下 实在理解不了 也没有太大关系 有时间咱们 再来详细的说 因为这当中 涉及到咱们 《黄帝内经》当中的理论 我们很多同学 学过中医的 可能会知道 没有学过中医的 可能对他不是很清楚 他们有一句话 叫 圣者未知观也 圣者未知观 它是讲的什么呢 这句话呀 它是出的 咱们术问水热学论篇 说圣者未知观也 观门不利 故聚水而从其泪也 上下溢于皮肤 故为腐肿 腐肿者聚水而生病也 这句话本来是在讲 说这个水肿 这样一个病症的 跟咱们的胃和胜的关系 那么我们反过来去理解 当肾和膀胱的功能出现异常之后 它会不会影响到胃 会不会影响到阳明呢 我们说当然是会相互影响的 那么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 会有这样一个体会 就是当我们内热很重的时候 我们怎么把我们的内热 把它释放出去 那我们说第一个就出汗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解小便 第三个就是解大便 不管是出汗 解小便 解大便 这些都是游泪往外的一种排泄的方式 那我们经常开玩笑 说我们有很多女同志 到了冬天之后 就是想起夜 但是呢 她就是忍着不起来解 为什么呢 她晚上起夜解了之后 她反而会觉得更冷 那其实就是通过这种代谢物排泄之后 她会随之而把人体的一部分热量给排出去 好 那么当人体的阳明未尝有邪热的时候 这个冰人要么他大便解不出来 阳明的热能不能出去啊 阳明的热出不去 那么这个冰人 他的这个关门不利 他的小便解不出去 那么这个阳明的热 这条路也堵上了 这条路也堵上了 因此当一个阳明内热 自身的一个冰人 或者是一个未尝邪热自身的冰人 这个时候他的小便不利 那么这个小便不利 就意识着这个阳明未尝的这个热 扫了一条出路 这个出路堵上之后 那么他的这个邪热就不太容易出去了 因此怎么办 当然是把这条路给他打通啊 朱灵汤在治疗阳明病的时候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解决哪一类的这个阳明的问题呢 就是解决有这样一类阳明病的病人 他的小便是不利的 那么小便他为什么不利呀 那是因为有水影停留在膀胱 那怎么办 又有朱灵福灵哲泄把他利掉 而这个病人呢 他又有明显的阳明内热刺肾 内热刺肾遇到出汗 当然会被他的阴导出来损伤 我再给他利尿呢 会不会伤阴呢 对不对 当然有可能会伤阴了 怎么办 要预防啊 因此加上一味药 阿胶 阿胶呢 是养真阴之品啊 因此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防止我们在解决膀胱 不能够正常代谢的时候 用利尿药 可能会对这样一个邪热伤阴的病人 伤他的阴更重一步 因此阿胶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那你说这个当病人小便不利又有热的时候 那么他的小便还有可能什么样的感觉呢 那他的料到会制射疼痛 因此朱灵汤真的小便不利 除了料瓶料疾之外 还有可能就是料痛 还有可能就是料到制射 还有就是觉得呢 觉得小便是发热发烫的 这是我们讲啊 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 这种力量系的感染性的病症 好 那么加什么药呢 加滑石 滑石虽然有一定清热作用 但是我们说朱灵汤方当中 重景并没有考虑要用某个药去清热 为什么呢 因为通过朱灵弗灵折锡 把他的小便一拉出去 热就不是跟着出去了吗 对不对 这个热一跟着出去 那么阳命的热不就跟着小便也走了吗 因此呢 他的治疗目的就跟着小便也走了吗 因此呢 他的治疗目的是这样一个目的 好 那么在滑石这个药呢 我们今天一般呢 说它是一个华丽开窍的 所谓华丽开窍就是让病人料到 自色不畅的这种不舒服的排疗感觉 在滑石的作用下得到缓解 因此呢 他起了这样一个作用 我们今天有的病人呢 不太愿意用滑石 因为滑石的病是一种矿物药 大家会对他心有余悸 不管怎么说 不管你讲什么道理 他觉得不太愿意用 所以我一般见到这种病人呢 或者说我现在也几乎是主动的把滑石给去掉了 我用冬魁子来提到他 或者是用石围来提到他 都能够起到滑丽通车的作用 当然我们有的人喜欢开说 把这个方案使滑石用布包起来熬 我说这个是多词一句 滑石用布包起来熬和布包一回事 你用个袋子包起来熬看看 这个你熬完之后 袋子提起来 滑石粉早就已经跑出去了 因此滑石是没有必要包的 只不过这个要在用的时候 你要多给它沉淀一下 把下面的这个混浊的液体给倒掉 然后上面的上金一拿来喝 这样的比较科学 比较人心一点吧 好 那么对于这个厄疆呢 在这个方当中 我们说他主要是考虑到 这样一个珠灵福灵哲泄泄泥尿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对人体的这种伤阴的问题 进一步加重 这是其一 那对于厄疆来讲 其实还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大多数膀胱有热 有小便不利 有邪热灼伤的时候啊 或者说简单讲 有泌料系细菌感染的这种 尿道胭症的这类病人的时候 他大多数有小便带血的 或者是小便当中有红细胞 那么这个时候厄疆又起到了一个 不可回避的作用 就是脂血 所以厄疆是可以很好的脂血的 那么这样 朱灵汤就非常完美的解决了 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问题 我们在阳明病片来论述朱灵汤 而朱灵汤又是治疗一个 以膀胱随隐足流 膀胱有热 导致小便不利的这一个病症 那么它的根本原因就是 小便利阳明胃肠的热 这条出这条出路才畅通 如果这条出路不畅通 那么它的热就不太容易清出去 那么我们在临床上 是不是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 另外的治疗思路呢 当我们内热很重的时候 我们给它开湿膏 我们给它开支支 我们给它用其他方法 都不能够很好的 把它的内热解决掉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另辟提劲 开点力量药 让它的小便解得更多一些 让它的小便解得更畅快一些 这样它是不是就能够更好的把它的热解决掉了 对于朱灵汤呢 我们要有这样一个认识 在临床用药处方的时候呢 也有这样一个启发的思考 好 我们讲到的这个朱灵汤呢 在222条当中啊 它的一个应用呢 是治疗一个阳命病 又伴随地有 下胶膀胱 预热 有伤阴 同时呢 又有随也带些障碍的 这样一个病症 它本身呢 它不是针对这个阳命病而设的一个方 但是呢 在阳命病伴随地有这类病症的时候呢 可以用朱灵汤走下的方式 来把阳命的这个邪热 通过朱灵汤往下代谢而去 那么就今天在临床上对朱灵汤的具体应用啊 其实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呢 就是我刚刚在分析这条原案的时候讲到的 用于治疗这类泌尿器的感染 那么你说 病人的这个小便不利 是不是就一定是它的泌尿器有感染呢 因此这设计到了我们要做的一个鉴别 就是五灵散的小便不利 和朱灵汤的小便不利 到底有什么区别 朱灵汤呢 它的小便不利是因为 伴随着有下胶的阴液亏损 伴随着有下胶的热 也就是膀胱的预热 因此呢 它的这个小便不利啊 除了尿瓶尿急之外呢 它还有可能有尿痛 尿到制射 还会有尿到灼热 甚至还会有小便带血 这类一派热相 而五灵散是不具备有这些热的特征的 五灵散的小便呢 就是一个尿瓶尿急 它没有其他的这些尿到灼热 疼痛 更不可能出现 它的小便带血 或者是小便当中有红细胞等这类似的表现 因此呢 我们在临床上啊 用猪磷汤来治疗这一类的 泌尿系的感染 它是有明确效果的 猪磷汤呢 在咱们后面的 哨音冰篇呢 也有论述 那哨音冰篇当中的猪磷汤呢 它是放在了 哨音热化症当中来论述的 所以哨音热化症呢 那就是哨音有自身的音乐亏损 因为有音乐亏损 所以在它的膀胱腹 有阴虚所产生的内热 同时有膀胱的这种代谢功能障碍 尿瓶尿急 有随影主流 所以说呢 在阳明病和哨音冰篇论述的 这个猪磷汤症啊 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只不过他们在应用上有区别 应该说哨音冰篇的猪磷汤症 是猪磷汤的一个正用 而阳明病篇的这个猪磷汤呢 它是一个变用 是变通使用猪磷汤 走下胶代谢膀胱预热 膀胱水饮的这样一个方式 来解决阳明的问题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再看一下 提纲当中的53条 也就是咱们变阳明病的 第247条 这一条讲的是 马子仁丸症 马子仁丸症呢 在上下论当中呢 我们又把它叫皮约症 皮约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指的皮的功能受到制约 我们说皮和胃是相表里的脏腑关系 那么在生理功能上相互有影响 一升一降 来达成一个平衡的体系 那么在病理上 它也是有影响的 当胃当中有热的时候 那么这个热可以通过筋诺粘系 影响到皮的功能 而让皮为胃形其筋液的功能呢 出现失调 那么当筋液代谢障碍 筋液不能够还胜到肠道 而出现肠道筋液亏损 就会出现大便干净 在条文当中呢 说浮阳脉佛而射 佛则胃其强 射则小便说 佛色相薄 大便则硬 齐皮为约 麻子人丸组织 浮阳脉呢 是我们在临床上啊 诊疗胃病的一个常用脉 如果在我们趁关池脉胃 体会脉相不明显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要求病人 把鞋带解开 在他的足背动脉 就是冲阳血这个地方啊 这个表浅动脉 我们是可以探查得到的 通过来探查这个部份 他的脉搏波动的力量强弱 脉胃的表浅与否 来判断病人的胃气的强弱 浮阳脉佛 佛体是有热呀 浮阳脉摄 摄体是就是指的 胃肠经业相对亏损 因此他说 佛则胃其强 那么佛则胃其强 是指的有中胶胃当中的热血 摄者小便朔 那么摄我们刚刚讲到了 从浮阳脉佛而说来讲呢 它是提示胃肠当中经验不足的 那么他为什么后面说一个摄者小便朔呢 这个小便朔和我们大便肝到底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们症状上会经常看到 病人小便是正常的 他的大便却很干 那你就这会儿再思考了 为什么他的水分不走长到一些 而是都找到小便走膀胱腹去了呢 我们在前面讲到了 如果一个病人的内热比较重 那么这个人的震气抗血还是相对有利的时候 那么他有哪些途径可以把这个热带些出去 第一个就是出汗 汗一出热跟着出去了 第二个大便正常通泄 甚至有时候拉拉肚子 那么这个热也跟着去了 第三个就是走小便 小便量多一点 那么他也就可以把热带些出去了 你看到我们后面要讲到的这个陈气汤 在咱们的大陈气汤症当中 我们都讲到有小便利的问题 大陈气汤症它的阳明腐蚀和毒热内症 两者是同时存在的 按我们一般的理解 那它应该是小便短少而黄啊 同时半数地有大便肝硬肝结啊 对不对 但其实很多大陈气汤症的病人呢 他会告诉你 他的大便肝硬都特别厉害 反而小便还是通力的 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说明这个病人内热虽然很重 但是他代谢这种邪热的这个三个途径啊 至少这个走小便这个途径 他还是畅通的 因此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 就是当一个阳明内热比较肾 肠中超破比较明显的这个病人 他如果表现出来 他没有汗 他大便也干 他的小便会特别少 那么这个大陈一汤症 这个阳明腐蚀症就是非常非常重的了 这种病人呢 那是不能够随便去给他通了 因为不出汗 大便解不出来 和小便他也减少 或者没有小便 那都说明他的经验 已经被立在的邪热消耗得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怎么可能用 可能还会伤经验的方法去通下呢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阳明腐蚀症的病人 他的大便硬和小便利于不利的 这样一个对比来判定 这样一个阳明腐蚀症 随轻随重 那么按照这个输入 回到咱们的这个条文 他说色泽小便说 他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这个病症的胃热是不重的 如果是胃热重的话 他一定不是小便说 不仅不是小便说 而且大便还比较干 但是他说了色泽小便说 虽然说这个病人 他的肠道经验是亏损的 但是他的小便还是比较正常的 因此他说胃肠有热 但是热不重 病人的这个邪热呢 还可以通过小便的量增加 或者是小便次数增加的方式 把它代谢出去 好 那么我们肌肤就比较清楚了 这一个麻子人丸症 它到底是属于一个什么样层次的病症了 它是属于一个阳明内热比较轻 仅仅表现为大便干 而没有其他痛苦的这样一个病症 所以他说呢 佛色相薄 佛有热 色 精也有亏损 大便因此变得比较干燥 那么因此呢 皮的这种运化水悦到肠道的功能 就被胃热所制约了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病症 我们需不需要上陈气汤等这类 泄热通辅功能 叫最猛的要去治疗它呢 是不需要的 因为它的胃肠的热并不是特别重 但是病人确实又有大便偏硬的这种痛苦 那怎么办 因此 这个方 重点是来帮助它排便 缓解它排便的这种不适的痛苦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方的药物构成啊 麻子仁丸 由麻子仁 扫药 紫食 大黄 后铺 熏仁 那么这几个药构成 那么在这个方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小陈气的一个药物组成 在小陈气汤的基础上 加上了麻仁 杏仁和扫药 我们现在开玩笑 叫两仁一扫小陈气 那么小陈气是干什么的 小陈气就是通便的 而麻仁和这个杏仁呢 我们说这是果仁 果仁大多含有这种油质表多 因此它有滑肠润肠通便的功效 再来看这个烧药 烧药我们在前面讲了很多次了 烧药酸链阴柔 可以缓急解净 那你说病人大便干解 可不可以理解为 肠道过于筋卵 或者是肠腔变得狭窄 变得紧张 而导致大便解不出来呢 因此烧药 可以缓解肠道筋卵 缓解大肠的这种紧张状态 让它变得松弛一些 这样是不是大便就更容易排出来呢 因此 小陈气加上麻仁杏仁 加上烧药 其实就是针对这个病人大便 干解不好解而设置的一个药 它叫麻子仁丸 这才是咱们商好论当中 真正以玩药的形式 进入到体内的一个机型 因为它是一个不是很重的大便干解 没有其他痛苦 也没有毒热内肾 所以说轻热不是主要的 再说这个病大多是出现在 很多热心病的后期 它的热已经被消灭的差不多了 只是肠中精液不足 排便困难而已 因此不需要用汤剂 只需要用丸子环液 慢慢地来把它解决就OK了 因此它用了这个麻子仁丸 用蜂蜜合成丸 在服用的时候 要根据不同病人的反应 来调整它的剂量 叫饮服食丸 日三服 剑加以滋味度 所谓剑加就是 食丸是一个基础量 每天吃三次 有的人可能吃了三次 没有任何感觉 我们就逐渐加大的量 加大的量达到了 它一个正常的通便的状态的时候 就以尺量进行维持 这是麻子仁丸 当然我们今天有很多解读商业论的老师 说这个麻子仁丸症 它不是阳明腐蚀症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麻子仁丸症 它肯定是个阳明腐蚀症 但是这个阳明腐蚀症 它所在的病理阶段 跟咱们的这个三层气汤症 它是不太一样的 它不属于一个急性病 它更不属于一个明显的热症 但是引起这个病原出现 大便 肝结不通 排便 困难的根源原因是什么 根源原因还是在阳明胃的热 它的这个功能 不是说皮的运化功能减弱了 不是皮气去了 也不是皮阴虚了 而是根源于胃当中的不重的热 根据皮胃的这种生理联系 影响到了皮的生理功能 而出现大便肝结的 所以说呢 它虽然叫皮约症 但它不能说皮虚 没有皮气虚 没有皮阴虚 没有皮阳虚 所以说在理解上的一定要注意 我们觉得呢 它依然是阳明病 因为它的病味非常明确 在阳明的胃当中有胃热 它怎么不是阳明病呢 只不过它比较轻而已 那么因为它比较轻 所以我们今天在临床上 对这个方的使用啊 大多都没有去考虑 这个病人到底有没有胃热了 那只要是病人说 它的大便肝结不好解 解得比较痛苦 或者说解得像羊粪担子 很多人都给它用 包括有的患者 自己在一座药房超市买来用 但是用的用的就发现了 刚开始吃10颗有用 后面吃20颗才有用 越来到后面加大气 它也没有用了 而且不仅没有用 对于有一些这个 因为孕化功能失调 因为脾气 或者是因为羊粪的便秘呢 它反而是有副作用的啊 你像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便秘啊 呃 它不太适合 长期使用麻子而玩 还有儿科病人的这种习惯不好 憋大便啊 憋大便 不解 没有自主排便习惯的这种小孩 它的大便肝结 它的这个大便的 这个羊粪担子的结构啊 它也不适合用麻子而玩 我们对于这两类病人呢 可以短期 临时使用麻子而玩 不能够把它作为维持 它这种大便的常用药 毕竟呢 这个方当中用了小陈器 而且又大黄 大黄它用长了之后啊 它会对人体有依赖性 所以我们建议呢 对麻子而玩的使用啊 还是要辨证 它的使用标准 第一 病人有明显的胃热 第二 它的胃热不重 这两个标准有了 咱们才考虑使用麻子而玩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这个课就讲到这里 speed time Nir 今天 混音 诧续